而瑞士三公所顺利完成 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 也成功推动设立原住民文化观光产业合作社组织 进一步来推广发展 为了让合作社稳定跨出自立的第一步 三公所就特别召集了合作社干部成员 召开会议 特别就年度部落小旅行等观光活动演绎讨论 在圆明会为期三年的 部落产业扶植计划结束后 瑞士三公所也成功辅导 推动设立了部落文化观光产业合作社组织 来进一步接手推广 而在政府资源抽离后 该如何让合作社顺利跨出自立的第一步 相公所相当关注 特别召集合作社干部成员 齐聚一堂共同演绎讨论 我们最主要为什么要办这个 办这个工产 就是为了福利到所有的导览解说的成员 那有可能 赴源我们可能有两个 是并没有担任导览解说员 但是它是注点在他自己的商家对吗 路是相公所以武贺部落产业 推广中心为基地平台 今年计划串联合作社与 扶植的部落工坊农场等 共同规划延续推动部落各个产业 不少与会的干部成员等 提出诸多的议题 讨论解决及因应之道 让自立脚步更加稳定向前 已经好了 那你们又要感到会比较 行政特色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导览承照 所以我们就如果自己主动 去导览那个餐饮 不会到我们这边参观这样子 它会有这样的解释 研究我们的特色为基重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莫忘初衷 就是我们的那个餐饮 各方面的特色的组成 也不要忘记有原住民的特色 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走到最后 不知道它是属于原住民 还是客属类的 这方面还是我们要秉持我们的原则 除了是否符合法规条件 干部成员手中的产值实力 以及相关软硬体设施的改善提升等等 都成为合作社现阶段 首要面对解决跨越的关卡 而没了工部门资源经费的溢注下 已经扶植上轨道的产业 能否自力经营发展下去 相公所及合作社也将全力以赴 克服眼前难关 成效如何就等时间来证明 记者十一遇蓝醉色采访报道